大家好 今天继续下箱 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收获 收到了一对薛德年清代的长盏 第一款是薛德年制 是斗力瓦的 手费的 而且上面都是苗筋的 有极小物 狮子 首先扣上去 这个都是有凹凸感的 扣上去 然后再苗筋 这个也是一样的 第一款是薛德年制 藤匙收了一对是非常难得的 这样一对 狮子滚球的 苗筋 手费 扣发 里面是一样的 都是苗筋的 可发的 里面也是可发的 蓝油 精美完整 一对 这个动物啊 苗筋的熟熟人生 一样的 这个也是 漂亮 再看一下 这个割肴 这就是割肴的 开片小发瓶 也是完整的啊 只有十来公分 没有任何的毛病 开片很自然 这个是陶瓷的 也是一个小发瓶 只有八九公分高 然后它是摇壁的 满天心啊 这上面有 完整 这个小气形也挺精致的啊 这个大部分都是一些圣瓷 前面一对是清代薛德年的 这个是白瓷的 刻发 这上面也是刻发的 一个扁平 这上面开片也是很自然 上面有双耳 瘦 瘦 这个耳帆 薄瓷的 瓷不是很厚啊 这是薄瓷的 薄苔的 酥韵清脆 完整 下面有一个 易钉 易钉的框 气形很好啊 都是一些在农夫家说出来的啊 人家觉得这些东西也没什么 蛮多的意义了 因为它主要是没有使用价值 所以就 逃回来了这些 古代的宝贝 每一天回来跟大家分享啊 这是一个酒瓶 这里是尧扁 黑幼的 这也是生代的一个酒服啊 这个下面的衣包是清洗不掉了的啊 年份酒了 放在地下 然后移结了 放久了 然后这上面的衣包就清洗不干净了啊 这个鱼 鱼水啊 这个鱼还是很漂亮的 所以要变烧得很好 这个是有30公分 30公分高了啊 等些完完整整 再看一下这个陶的啊 和方形状的啊 这是受尾的一个 只有一个 如果收到一堆的话啊 更加有意义 但是一个也是有收藏价值的了 当然 这个也是完整的啊 这个上面的喉叶啊 很漂亮 这里面这里是楼坑雕的 然后这上面就是一个发瓶 嗯 顺眼清脆 没有任何的毛病 可业区也是这样保存的消毒的好 没有脱幼 嗯 一根是了 器件啊 比较多了 都是祖传的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喜欢方姐节目的 我们可以点个赞赞 啊 蛮 摊 在 差 有 远